社交媒体充斥着杂讯和假信息 首相纳豆斯里伊斯迈·沙比里强调 主流媒体担起重要责任 透过负责任的报道弄清事实 是的 首相说 政府从不干预或反对新闻作业 更没有媒体机构被现任政府对付或关闭 足以证明国内媒体享有绝对的自由新闻自由 谈到新闻自由 首相日前到访首要媒体集团时 还急性当起了主播练习生 表现如何 来看报道 高度发达的信息时代 夹杂以假乱真的资讯 对首相伊斯迈·沙比里而言 纵使当今社会离不开社交媒体等 但是当信息容易失真或遭忍滥用 引起人民迷惑 传播精确讯息 以正视听的主流媒体和印刷媒体 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首相也强调 当今政府没有对媒体施以加索 但媒体也要为每一篇报道负责 务必实事求是 首相是在星期一 力临首要媒体集团 期间参观第三电视的新闻直播间 平时习惯神态自若发表演说的他 这回即兴当起主播练习生 现场学起如何播报新闻 另外首要媒体集团主席 南都斯里塞胡仙也呼应首相 承诺会与政府携手合作 继续时刻传播真确新闻 除了参观电视台之外 首相也接受首要媒体旗下电台 8FM、HotFM以及MolayFM的访问 与主持人畅聊儿时梦想 与夫人的感情之路 主义球队等趣味话题 并深聊对我国年轻人的看法 同时回顾当年抗击新冠疫情的心酸等 八对空间红美玲万达镇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